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0年 在这20年里 工薪阶级的生活变化究竟如何 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 根据港府统计处 工资及薪金总额统计报告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在20年当中 低层的工薪阶层实质薪金增加了7.8% 平静下来 明年的加幅不足0.4% 远低于痛期的2.6%的人均GDP增长 职工盟认为 数字反映香港的基层雇员 没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而真正作为前线的员工 20年来的变化是怎么样呢 从事运输业的张振华这样说 20多元我吃到个下午了 现在20年后起码50元 那你说差距有多大 还有我们自己的员工 根本是追不到通胀 吃那盏饭是一个double 但我份人工做不到那个double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 香港政府在过去20年 除了制定最低工资外 没有其他措施协助基层员工 他希望港府可以立法 推动集体谈判权 停止外判剥削 让香港的基层雇员 也可以分享经济成果 最亚洲电台特医记者 王思维香港报道